继续发正手短 但连续两次 我们看呢 徐晨浩都是用反手去接 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打法 但是特长呢 这个你看跳起来 跳起来抡这一把 是 这个反手位的球 是徐晨浩的这个特长 是 徐晨浩呢 打球还是非常有气势 打法很凶悍 好的 你看现在在跟徐晨的相持过程当中 徐晨浩呢丝毫不落下风 但是他的反手位的这个发力 发力非常充分 很爽 嗯 对就这种球 显得正手的这个力量拉不出来 哎 这个球 徐晨浩想放一个落点 出现失误 你看徐晨浩这个块头很大 嗯 是吧 所以也是属于力量性选手 但是相对来讲 散热 对 还没兴奋起来 嗯 绿黄的一笔 对 漂亮 哇 今天 徐晨浩 这反手太棒了 嗯 这反手有点无敌啊 打到目前 积极主动的上手 啊 这个 一直在进攻 徐晨一定要调动自己 发动进攻 对 不能一味的被动挨打 因为今天的对手啊 徐晨浩和昨天的拳看员却不一样 拳看员是年轻小将 对 徐晨浩现在是比较成熟的一位战将了 中生代 25岁 这就是这个杀伤力也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拳看员呢很明显还是比较稚嫩一些 力量不足 拳望 到目前为止啊 就是 徐晨在反手位 非常吃亏 正手呢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优势 徐晨的正手实力是天下文明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还是要充分地将自己的优势打出来 推到远台防守 继续放高球 还有 切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球 来 坐 徐晨呢有的时候啊 在被动防守的情况下 他经常会以为是神来之笔 就是切球切得很漂亮 而且有迷惑性 很容易造成对手失误 这个球又出界 徐晨浩在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这个如果0比2落后的话呢 对于徐晨来讲啊 就两个发球了 还是挑打失误了 看得出来 徐晨自己 这个心情上啊 包括情绪上呢 有一点 徐晨浩进攻又很完美 没错 尤其是反守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状态很好啊 是 我们刚才在说啊 就是到目前为止了 男女单打是没有出现黑马 对 所以这场球 徐晨如果说想拿下的话 你首先你拿点东西出来 是 对吧 你自己的是发球抢攻啊 还是连续拉呀 还是什么 漂亮 你看在防守当中 防出了这个 直线 神来之笔 黄出一个绝直线 再看一下这个反守 哇 飞起来了 嗯 这席长号感觉进入到一个 忘我的境界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许昕 一定要 从战术上 要有一些搏杀球 是 要有一些发球抢攻 要有一些偷长 十目平平 这个状态不对 嗯 嗯 还是丢分 5比0 本来呢 大家都知道 这许昕啊 绝号大蟒 他属于满场飞奔 脚步 很快 但是今天呢 总是移动也偏慢 这个 没有调动自己 站在中间 用纸板横打 来应对 但是纸板横打的话呢 虽然这两年 许昕的技术啊 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毕竟还是不如 这个横拍 对 还是要多用正手 对 正手 哇 好的 确实我们要高度关注啊 是否这最后一场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对 黑马会杀出 对 来 出 漂亮 这板完全算到了 齐志昊第二板的抢攻线路 正手对拉 哦 7-9 边 步步紧逼最后得分 是 从中远台队拉 但是我们看领先 这样一个 区分啊 目前的进程啊 确实让很多球迷 感到比较 衣物精力 都是有较大的消耗 所以这次的单打比赛 的整体来看 就是许昕的状态 并不是太好 但现在 对许昕来说 确实需要拿出 所有的真功夫 看能不能 许昕的正手 7-5 三天过后 现在许昕浩继续发球 7-5 连续押反手 给正手呢 这个速度就特别快 但是今天 许昕这个脚步啊 有点 迈不动 这样的过程 确实 让我们在赛前呢 是不敢想象的 8球15 在即将迎来胜利的 我们看要暂停了 这个刘哥正教练 很有经验啊 因为即将迎来胜利的 关口 速决 如果放虎归山的话 这比赛有很多变数 已经是30岁老将 暂停回来 继续由习正号发球 现在拥有三个赛点 随着许昕的回球失误 11比7 爆出了 本次奥运模拟赛 最大的冷门 习正号 不仅是淘汰了许昕